那一在中国乃至亚洲歌坛都是天后级的实力唱将 霍宾乐坛七年也无损他在乐坛的地位 反而让歌迷更加想念他 喜欢他 在金光综艺馆举行的那二十年世界巡回演唱会上 那一就被他的歌迷们送上了出道二十年以来 不少坏制人口的经典金曲 刚好我就是这个角色 不管我哭还是笑的时候我都可以表达 而且因为我唱歌能够让这么多人记得住我 这就是一个幸运 我觉得我下辈子还去选择当歌手 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 你对待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很快乐地去面对 其实我之前的那个视频讲的都是我的心里的每一句话 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的定位 可能就是你就是应该淡定一些 看透所有的一切 快乐乐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应该用一笑而过吧 你要让我再去表达未来的话 就是我会珍惜每一天的工作 但是我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多压力 平复丧母的悲痛心情之后 夏海轩再次踏上舞台 开场时 她乘坐钻石太空船现身舞台 她说要让歌迷们看到她最好的一面 而不是悲伤的她 我觉得很难去形容那种感觉 但是当你在脆弱的时候 每个人把所有的爱 以及我的工作人员 经纪公司 我的好朋友以及我的家人 大家的把我捧在手心里面 握在手心里面 呵护着我的那个力量 让我觉得就是我一定要更好 我觉得人生有很多 你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 但是今天 妈妈在这个时候又在提醒我一次 而且 一个月来没有听过她的声音 在今天这个时候听到她的声音 是我心中一个永远可以收藏起来很珍贵的一个 很重要的支持我的力量 我其实已经好很多 但在一些时间会更好 对所以我只能说很谢谢大家 给我这么多爱 而且我一定会像今天一样 带给大家很多欢乐以及笑容 因为很多歌迷以及支持我的朋友 很想念我的笑容 所以今天站在台上 我决定要告诉自己 就是要放下这一切 把悲分变力量 让自己绽放